如何解析当日大盘的强与弱 以涨跌幅在5%以上的个股数量对比 附身两次都可以用快速排序的方法 告诉我们市场的真正本质 市场量加速排序的功能 是专业选手快速掌握市场真正情况的窗口 也是专业看盘的标准次序 通过对比就可以知晓当时市场中庄家的活动情况 如果说连大资金的庄家都不敢出来表现 则市场的强与弱立马就可以得到判断 二个股涨跌加速的对比 涨跌加速的对比 可以反映出大盘涨跌的真实情况 大盘涨同时上涨加速大于下跌加速 说明大盘上涨很自然 涨势很真实 大盘强短线操作可以积极展开 大盘涨相反的下跌加速却大于上涨加速 说明有人拉指标 涨势为虚涨 大盘假强 这时候短线操作能不开仓就不开仓 大盘跌同时下跌加速大于上涨加速 说明大盘下跌很自然 跌势很真实 大盘弱短线操作就停止 大盘跌 相反上涨加速却大于下跌加速 说明有人在打压指标 跌势为虚跌 大盘假弱 短线操作可以继续 三 相关市场的联动呼应 附深类股B股H股的联动情况 附深两次同时涨跌是正常情况 如果说B股或者说H股也产生了呼应 则是最佳 全部市场都在涨的时候 短线操作大胆展开 附深两次涨跌不齐 或者说出现B股或H股出现背离的时候 短线应该三思而后行 四 大盘涨跌的量价关系 大盘涨的时候有量 跌的时候没量 说明量价关系正常 短线操作一样可以做 大盘涨的时候没有量 跌的时候有量 说明量价关系不正常 有人又多 这个时候短线能不动就不动 最后总结 看盘看的是数据对付 数据转换 数据联动 综合判断下的市场强与弱 然后作为方向上的依据